如何保护大脑 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血压不好 最容易出问题就是在脑子 一直到75岁 80岁大脑都可以收招 保护好血管 是保护好我们脑子的最关键一块 不吃药 也能降血压的神奇妙方是什么 高血压不是多多一散 血管一扩张 血压下来 就是把下面的痛苦打开了 建脑手指操 中医养脑学位大公开 这个是真正抗病的源泉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东方卫视 免疫化养生 我是主持人马杰 那首先呢 还是要介绍我们今天到场 两位健康分享员 一位呢 是我们的吴新博老师 欢迎你 大家好 一位是我们的潜云老师 欢迎你 大家好 同样呢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还是怎么样去 保护和修复我们的大脑 请出我们今天的名义 他就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 基础医学院教授 何玉民 有请何教授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你好 何玉民 上海中医药大学 基础医学院教授 何教授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是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大脑 延长我们的寿命 决定我们的寿命 很重要的一个心脏 一个是大脑 因为大脑被称之为司令部 所以我又呼唤我们大脑 是对我们延长寿命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保护大脑 远离二次海默症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健康模仿里呢 同样还带来了一些 可以预防二次海默病的一些法宝 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何教授 给大家揭晓啊 我们来看一下 都是哪些法宝呢 好 第一个 哦 降压药 有 降压药 这个跟阿尔兹海默症 有什么关系 平时我们对脑子的血供要求很高 大量血液要供应到脑 因此如果血压不好 最容易出问题就出在脑子 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脑子 其实这个脑子占全身体重 了不起就4% 但是它对血液的需求 却占到我们心脏输出的40% 至少一般情况就20% 你说它的比重就很厉害 它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 就是说你只有血液供应上去 我们思维才很清晰 但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血压出问题 常见的是血压太高 因为我们经常用的它 这个身体有个代谢过程 你用的越多的它发展越快 所以很容易出现高血压 大家听到高血压 最怕的是不是血管爆掉 主要是脑部血管 所以要想办法控制血压 我讲的控制血压 不是单纯的降血压 要稳定血压 控制血压 降低血压 血压高了以后 很可能会脑血管一万 所以保护脑部 让它有充分的血流供应 您说的脑血管的血流供应 是不是就要防止血管爆裂之内的 对 血管爆裂 更多的出血性的就需要降压 把血压供制住 血压一定要维持个正常水平 让它有充分血量供应 血量供应以后 脑子才能维持正常的代谢过程 那您建议的一个正常值是多少 我个人认为收缩压不是最重要 收缩压你不要超过太高就是了 但是收缩压一定不能超过90 今天我们高血压病是中国第一大病 对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第一大病 所以他最怕的就是一个脑血管一晚 还有一个心脏问题 所以要善于用高血压药 当然这个高血压不是多多一善 我个人的经验 有的时候用其他方法也可以来调整血压 你有什么想要教药告诉大家了 我的病了 他一天匆匆忙忙跑来找看 但你救救我岳父 我说怎么回事 我岳父血压在医院里280 哇 这个我怎么救啊 他说你无论我去救救 他们全家都哭得他 脸部通红 我说那我给你一个办法 你竟然来了 开了一个是经典方 就是中医有个方法叫 引火下潜 我们火气往上炒 中国人很形象的了 就是火气很厉害 那么这个情况怎么样 我肯定不会给他那口药 汤药一次下去万一爆掉 然后我给他一个方法 我说你赶快去煮一锅水 让老头就是温温的水泡进去 就在我给他一包下口草 肉桂 五语等一包中药 因为中药一弄下去以后 血压下来 其实很简单 我们毛细血管一泡以后 毛细血管夸张了 它一用上去以后 一身暖和 血管一夸张 血压下来 全身血管夸张了 血压不下来吗 就是把下面的通物打开了 这个老头当时八十多岁了 永远把这包要当着 救命 其实我觉得关键点是在 要泡脚这一个点上 关键泡脚 但是温度要不能太高 太高的话会 大概等多少度 一般比我们体温要稍微高一点 42度 43度就这个温度 温度太高以后它会 对对对 精卵的 就温度泡得很舒服 我妈血压高 我跟她想个办法 她有关键疼痛 我就给她个泡脚 每天泡脚 泡脚放 泡完了以后 睡眠也好了 血液改善了 因为我们皮肤是最大的器官 皮肤能吸收药物 泡泡改善你血供 大家要注意 生命是有智慧 它为自我条件 对 所以生命智慧是真正抗病的源泉 所以你调动它 我是针灸 不是这个穴位怎么样 这个穴位调动了 体内的自我调控机能 它是一个机制被调动起来了 被调动起来 何教授 我想请教个问题 因为说到那个降血压 我很有体会 因为我是遗传性的高血压 大概30多岁就吃 就高血压了 降原药了 降原药 我是上药不高 上药我到现在还是120几 不高 下药我现在是吃药 吃药的情况下还可以 大概在80几左右 可以的 80几左右 但是我不吃药的话 就是90几 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会头晕得厉害吗 卖压差很小 头晕得不厉害 我有时候下药偏高了以后 我的感觉是什么 就眼睛发胀 颈部扳直 对对对 颈部扳直 卖压差太小 眼睛不扳直 其实这个方法 我明确告诉你 改善舒张压 用泡脚方法 很适合 像它这种 卖压差太小的话 脑组织对血液供应 要求很高的 很可能绝不组织 它容易出现去血 因为RS海默病 有很重要的原因 是血的供应不够 就上到你手上 一定控制良好的血压 我不主张轻易停药 你的药巧妙调整 高血压药 不是用得越多越好 掌握合适脊量 用其他物理方法 加以调整 但是一定不能降得太低 血压降得太低也不行 太低血压供不上去了 它因为头晕 头晕后眼花 这也是个问题 因为我们脑血管意外 除了出血性以外 还有一大类是缺血性 缺血性 缺血 血压压得太低了 血供应不够了 后半夜甚至于血栓形成 缺血了 脑的病变 血的病变 包括量的 一类是出血 就是血管破了 还有一个就是缺血 就是血没有流上去 压力不够 压力不够 压力不够流不上去 流不上去组织同样坏事 保护好血管 是保护好我们脑子的 最关键一块 保护心脏和保护好脑 又是让我们长寿健康 或者优雅或者的关键 好 保护好血管 让我们远离二次 对 这点很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法宝是什么呢 这什么 核桃 生物体当中有共性的东西 我们说核桃像脑 我们不妨看看正常大脑和不正常大脑 大家可以看看 这端非常明确 这感觉像所有的核桃人 这个就是非常明确 这是正常脑的图片 这个是明显萎缩的大脑 这个人的记忆力和发泄能力都可以下降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很典型的非常明显的对照 就像核桃 核桃本身是有建脑的功能 大家已经知道中英有说法 不胜的 肾和脑之间有关系 植物和人类有共性的东西 所有植物进化过程中 在果仁里面藏着精品 这里面的含量是很好的 第二个呢 你跟谁经常用核脑的玩玩 这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然后你这个绊的过程当中 看看就是个玩 实际上这里也有很深刻的道理 猴子和人 人是从猴子演化过来的 那它很重要的演化过程 最重要环节呢 不是吃这东西 它实际上是我们手脚分离 人手直立以后 我们的手功能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脚可能和动物比比不快 它跑得很快 但是我们的手绝对是手巧的 所以我们平时在生活中 要好好地运用到自己这双手 要行动手对吗 你去看看那种钢琴家也好 反正用手的人脑袋挂都很聪明 它这个反馈作用于脑 这个非常明显 而且手的相应部位在脑部站得很大 所以见脑见手的方式方法 可以明显地反馈自己大脑活动 促进你进化 左撇子更聪明 它左右脑都发的 都已经使用到了 所以你只要充分运用手 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建脑手指槽 我在那个助手呢 曾娜娜医生呢 他可以教教大家 通过建脑方法来维持良好的 挺好的 我们一起来跟着到台阶学习 好 不花钱就能建脑的方法来了 灵活锻炼你的双手 就能延缓大脑衰老 接下来就跟着娜娜老师 一起来学习建脑手指操吧 你好 主持人好 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两个 一个是手指指尖的运动 还有一个就是锻炼大脑运算能力的两个 好 那我们开始吧 好吧 round one 哇 这个看起来很难呢 对 怎么不光是这个事 眼都花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弄 眼都花了 你要一次往下 这是锻炼五个拇指的指尖 一次往下按 那么五个一次往下 对 五个一次往下 一直到小指 五个一次往下一直到小指 然后再倒回来 也是无名指中指 食指 食指 然后最后是大拇指 不是 你永远是这两个 你在重复运动 这个是不对的 要一次往下 一 两指 对吧 这个是二 这个要重复两次 对吧 对对对 对了啊 就是有点慢 对的 然后中间拉了两个手指 这是一个熟能生巧的活儿啊 多做几次就好了 还有什么比较简单的 简单一点的话就是一个是 双手 两个手 抬起 然后左手的拇指在外 然后右手的拇指在内 然后交替 要快一点 哦 两个不一样 就有一个手在里面一个手在外面是吧 再再反过来 看你们出错我好开心啊 我不知道 哈哈 左手的拇指在外 然后右手的拇指在内 然后交替 还有一个是指枪打鸟 指枪打鸟 对 Round 3 左手为枪 然后右手为技术 要一枪打四鸟是这样子的 哦 其实这个回去锻炼小朋友也可以 小朋友会稍微简单一点 对 这个锻炼小朋友 这个蛮简单的 右手为枪 然后右手为技术 这个方法很好 经常训练训练以后 帮助开发大脑 开发记忆都有好处 非常简单 你在家看电视的时候 又降了血 太烈了脑 看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开始动起来了 钱韵说 泡着脚上面坐着这个 那脑子好得一塌糊涂 觉得我们健康很多 通过简单物理方法 自己生理方法 开发自身潜能那最好 对 不是动不动就依赖药 像RS海默病 有的时候的确需要治疗 但是也没有好药 但通过这个综合调整 控制血压 控制炎症 包括手指操 都可以很好的加以改善 好 谢谢娜老师 来 娜老师先请一坐 好 刚刚呢 我们做的是这个手指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的这个何教授 还给大家带来这个 中医的穴位按摩 哪些穴位可以提神醒脑 炎炎益胜 养护大脑的力竭 即刻放松 建脑我们每天都一做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改善脑部血供 脑部血供呢 我教它很好的一个办法 就简单的手啊 这样勾起来 就是五个手指勾起来 这样去扣 从中央往下扣 好 这样扣头 你扣一扣会很舒服 先从两边扣到这个两边 这个两边特别多扣一点 头顶到这两边扣 扣了会很舒服 打中些穴位是吗 对 打中穴位 实际上改善头皮血供 你先扣这个两边 从头上 从头中间往下扣 慢慢往下扣 也没关系 然后再往后扣一扣 扣完了你会觉得脑袋滑有清晰 清晰的感觉 去不刺激以后呢 它组织可以代谢加强 这样相当于 是我的按摩和 那个症状刺激 包括你太阳穴这块 多扣扣绝对是有好处的 你觉得吧 有点酸酸 但是疼疼得很舒服的感觉 很舒服吗 很舒服 何教授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穴位 交给大家吗 那么请吴老师做个示范 好 中医有很多穴位 比如说我们说硬糖 硬糖 硬糖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 我们自己可以找到 两个梅语中间就可以按 还有一个穴位就是我们说很关键的 就是百慧 百慧 在头顶 大家知道百慧是我们小孩 性能最直闭的 对 他那个时候 性能还没有闭合的时候 还没有闭合 而且你要两根最短的直线 中间的穴位就百慧 百慧周边有四个穴位 叫四神中 那么我们自己按摩的话 就在这个一圈就可以了 自己经常按摩按摩有好处 像这些穴位我们都每天按压几次呢 想到了 想到就 想到就 想到就按嘛 还有一个穴位呢 就是我们所讽刺 就就在位置 安安在 特别你头脏头疼的时候 安安会说 说我们可以给安安看 你们会有感觉 哎呦 有感觉吗 酸酸酸 硬糖发红 是不是很舒服 酸酸酸 有这么明显啊 何教授那个力道很足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试试看 对 我要试试 我要试试 很足很足 何教授 对 我这 我的颈椎不是很好 哦 哈哈哈哈 哇 真的 这个呢 一个手往上拖 哦 因为我们 一个手往上拖 这个手往上顶 哦 这个手往上顶 你会觉得 突然就是说 清醒了 然后又 清醒 眼睛一亮 而且你如果 夏天到了 就是有点不舒服的 这样按 都会舒服多了 对 这个呢 风池 这中医叫风池 这正好有个整个大孔 就这样我们神经跟从 才分出 它可以改善血供 而且可以让脑脑清晰 特别当你不舒服的时候 你自己也可以按 你自己按的就是这样 压着 往上按 哦 这样 这样按 两个手也能改善 对 哇 这边都会 按麻木的感觉了 按完了以后 你会觉得 舒服吧 对 大脑突然轻松 还有什么穴位吗 还有很重要的穴位 请说再来 哦 把这个福利让给你 不是 你们是养生 我是治疗 哈哈哈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呢 一个太阳穴 太阳穴呢 吴老师你可以像我一样扣扣它 自己扣 轻轻重重 其实这里扣斑的很舒服 嗯 我们动脑的主要在这块 啊 就在这块区域里面 对 它当然很深 利用这块区域 这块去刺激它的话呢 绝对有一定作用 不见得很强烈 但是长期刺激呢 对 改善就不学供 对你的脑子保健是有好处的 对 尤其是像做我们这种职业的 更需要这个大脑保湿厂 对 对 然后这个地方呢 对你的颈椎也有好处 所以这些穴位呢 是毛主宗留给我们的 太好了 非常好的 很简单 是 还有很多电视机前老年人朋友啊 平时在家里的没有事 看电视的时候 也可以做这些东西 对啊 对 保健自己的大脑 对对对 远离二兹寒默症 其实说到这二兹寒默症 很多这老年人 在提到这个病的时候 他们心里是非常忌讳的 所以这个问题 你回避不了 所以我们今天正视它 防范它 你防范它 完全可以把它阻击 我觉得我们今天 不愁是不愁穿 这么好的乐子 要优雅地活着 所谓优雅就要认知啊 各方面都要很好 健康2030 不仅仅身体健康 而且是心里的 生里的 优雅的 好 谢谢 谢谢何教授 今天做了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我们两位 健康分享员 同时呢 也要告诉电视机前 所有观众朋友们 我们要一起爱护 患有 二兹寒默症的老年人 同时呢 也要为了保护自己的大脑 请动手 多动脑 优雅地活好每天 如果电视机前 您还有什么样的 健康方面的常识的疑问呢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东方卫视频一化养生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